欢迎回到《我如何减去10kg》系列 上一集我们讲过如何燃烧身体的脂肪 每天摄取脂肪呢? 确实不懂,当然不行 脂肪是有它的功用的 如果每天摄取脂肪不足的话 是会影响我们减肥的效果的 再严重的,甚至影响我们的生育能力 反之,只要摄取适量 有一种有,已经被科学证实了 是能够帮助减脂 另外,通常渣物都是含有反式脂肪的 只不过在这个餐里面 含有反式脂肪的不是薯条 反而是另一样食物 最后我们会解答一条网友详问的问题 今集脂肪已正式开始 脂肪在我们身体的功用 其实是相当广泛 首先它是我们身体能源的储备 也有保暖和保护重要器官的作用 例如脂肪有60%都是脂肪 脂肪在荷尔蒙功能当中 亦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痴激素,高固酮 年轻的女性如果进行过于低脂的饮食 是会影响荷尔蒙 会发生类似更年期的症状 例如是失眠,暴汗,心跪,甚至乎停经 另外的荷尔蒙,包括瘦素 即是告诉我们大佬知 我们已经饱了,这个激素 还有就是脂肪会影响我们的生长激素 孤醇类激素 这类型的激素在我们的生长,发育,能量的代謝 还有就是生殖等等多种的心理功能当中 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 这些激素或者我们叫做荷尔蒙 都是需要脂肪去生息的 另外,脂肪也是细胞壁的元素 帮助组成细胞的骨干 和合成维他命D 帮助钙质的吸收 就能够预防骨质疏松了 另外,脂肪也会帮助油溶性维他命 也就是维他命A,D,E,K的吸收和代謝 我们身体不够这几种维他命的话 我们的心理机能就很难正常地运作了 另外,脂肪很大的功能就是为我们的食物 菜式提供食、香味和质感 好了,那每天应该摄取多少脂肪或脂肪量呢? 美国心臟协会就建议 每天摄取的总卡路里 是应该要有15%至30%是来自脂肪的 假如我每天应该摄取2000卡路里的话 那就是代表当中的300卡路里至600卡路里 是应该由脂肪去提供 而每一克的脂肪能够提供9卡路里 那就是代表每天的总脂肪的范围 应该是33克至67克 拿一个中间数就即是50克 脂肪是有分开 饱和脂肪和不白和脂肪 饱和脂肪在室温之下是呈现固体状态的 普遍存在在牛肉、羊肉、猪肉、家禽 还有猪油和奶制品 例如是芝士、忌廉和串脂肪 还有的就是一些业带的乳 例如是棕绿油和椰子油 官方机构建议 打和脂肪应该占我们串一种能量的10%之内 如果你每天摄取2000卡路里的话 也就是说只有200卡路里是来自饱和脂肪 每一刻脂肪只有9卡路里 也就是说每天饱和脂肪的建议摄取上限是22克 可以将它简化成为20克 以往饱和脂肪的形象都不是那么好的 因为最主要它影响我们的心血管功能 不过近年也有不少研究 推荐饱和脂肪其实都有它的益处 但是这一部分依然是存在真意性的 我在这里想带出一点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以上提到 饱和脂肪的食物 它们都是特别惹美的 在面对饱和脂肪的心态这方面 我挺同意美国人饮食指南所指出的一点 它就说在一个健康饮食模式里面 其实已经没有空间 再加入一些添加糖 饱和脂肪 或者是辣 即是染辣 甚至乎一些酒精 只不过如果我们在健康的饮食模式里面 适当地加入少许以上的元素 而又可以增加到 这个饮食模式的一些风味的话 帮助我们能够持之以恒地 执行健康美味的饮食模式 其实是绝对可取的 不饱和脂肪酸 在室温之下 是会呈现液体的状况 例如是一些植物油 例如是橄榄油 芥花纸油 花生油 粟米油 另外还有坚果 和鱼类 都是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有网友就问到关于健康的酱汁 我想在这里搭着一部分 在这个汇水分析中综合了多个研究报告的结果 表明在植物油当中 橄榄油是最能够减低坏胆固醇 和三酸甘油脂 真正能够做到以脂减脂 而同时橄榄油也能够增加我们的好胆固醇 即高密度胆固醇 即是橄榄油 或者是其他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都好 我们依然是要注意摄取的份量 以刚才来到做例子 每日的总脂肪摄取上限是50g的话 这个数字是包括不饱和脂肪酸的 我要请大家到wehealthier.com的能量计算机 计算一下 输入你的基本资料和健康目的 就可以知道你每日需要摄取的能量 接着在均衡饮食模式这个部分 可以知道各大营养素的建议摄取量 对面包括是肿脂肪 以及不饱和脂肪酸的上限 听到这里 希望大家给个like我们 你们每一个like都对我们很重要 谢谢 最后就是反式脂肪 这个都一定要介绍给大家 因为在更多的研究已经表明 我们是要尽量避免反式脂肪 在这个图表已经知道了 我们刚才提到的饱和脂肪 假如我们轻轻摄取多2% 我们的心血管病的风险 就会增加多大概2%左右 只不过 如果是反式脂肪 只要我们轻轻增加了摄取量2%的话 心血管病的风险 就会大大提升去到23% 其实反式脂肪 为什么会出现的呢 主要就是来自一些 特定的食用油 这些食用油 它们的特性就是稳定性高 和价格连移 所以普遍使用在一些快餐店 和商业用途 当然用它来制作食物 食物就会含有反式脂肪 反式脂肪 多数出现在一些炸物 空培类食品 例如是蛋糕 以及就是一些人造的牛油里面 不过如果真的要偶尔淺尝的话 官方机构也都有一个参考数字 就是双限不多于 总卡路里的1% 在同样的计算方法之下 每日反式脂肪的摄取上限 是2.2克 当然最好是0 香港政府的食物安全中心 在很多年前 曾经发表了一篇叫做 揭露含反式脂肪的热门食品 包括刚才所说的 烘焙食品 炸物 以及人造牛油的产品 当中都有不少有用的数据 不过报告也都表明 即使是统一类的食品也好 不同的餐厅所制造出来的反式脂肪 都可以相差很远 我会将食安中心的一个连结 放在Description Box 里 方便大家参考 但在这个餐厅中含有最多反式脂肪的食物 大家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说薯条 这个答案在很多年前可能是 不过近年已经不是了 因为美国政府方面 已经对反式脂肪进行了限制 所以麦当劳改用了另一款 较低含量的反式脂肪的油去炸薯条 所以在食物安全中心这个报告里面 最新版本的麦当劳薯条 反式脂肪 已经大大降低差不多去到零 只不过这个餐厅仍然含有0.6克的反式脂肪 起初我会猜是个面包因为烘焙 原来不是 是一块芝士 不过不是所有芝士都含有反式脂肪的 这个就要看回他们的原材料 所以 学得阅读营养标签是相当重要的 在营养标签上高 脂肪这一部分都相当容易理解的 最大的是总脂肪 里面包括 饱和脂肪 和反式脂肪 那没有列出来 相减之下的 就是不饱和脂肪 在这个例子里面 总脂肪12克 减去饱和脂肪3克 和反式脂肪3克 正如的绿克 就是不饱和脂肪了 那这里就解答回 网友问题的第二部分 怎样去选择酱汁 最重要就是看营养标签 和磅一磅自己通常使用的分量 将酱汁 继续在整天里面的饮食模式里面 对比回我们今天所谈过的 不超过每天的摄取上限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想参考一下 我过去减了这10kg 每天吃什么的 我邀请来参考 WeHealthyia的Instagram 里面有说到外出饮食 和在家自煮的一些菜式 那么你看到 每一个post里面的最后的版 都有个营养表 脂肪量大概说的 都是15-20克每一餐 如果大家有兴趣看回 如何燃烧身体已经有的脂肪 可以看回这一集 想回顾回 我如何减去10kg这个系列 可以看回这个playlist 多谢各位听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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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